大家好,欢迎收看这期节目 我们直入今天的主题 美国和台湾的关系 在川普总统上台以后 走的是越来越近 连美国媒体都说 在近几任的总统里边 还没见过像川普这么挺台湾的 先是去年3月 美国通过台湾旅行法 清扫了美台政府高层互访的障碍 就在前几天 也就是6月1号 美国国防部公布了2019印太战略报告 报告公开将台湾列为 美国必须加强伙伴关系的 4个民主国家之一 美国的官方文件里 把台湾称作是一个国家 这是美国的对华战略 和对台政策的一个里程碑 马上就要到来的 20亿美元的军售清单已经完成了 只要是国会不说什么 这个军购案基本上就自动生效了 我想不管过几天 中国有多大的反应 这个军购案应该是板上钉钉的 与此同时在台北的 北美事务协调委员会 也更名为台湾美国事务委员会 这个名字的改变 影响力也没有那么大 更多的是一种象征意义 它象征了台湾正在配合美国的工作 如果美国把台湾当作一个独立国家 一个盟友 而台湾自己不把自己 当作一个独立的国家 这就太说不过去了 就像是我把对方当作一个同龄人来对待 但是他自己总觉得自己是小孩 不以成年人的标准要求自己 那就感觉下是一种 扶不起的阿斗 这是不行的 蔡英文现在做的 其实就是要跟上美国的节奏 很明显美国的节奏就是一步一步的加码 从台湾关系法到台湾旅行法 到把台湾称作一个国家 再到军购 然后再到美军的进驻 好像就差美台正式建交了 在跟中华人民共和国 四十多年的缘分已尽的时候 终于又想起了他的老相好 特别有意思是 当年的老相好是坚决反共 誓言要反共大陆的国民党 现在国民党却投共了 变成了民进党扛起的反共大旗 其实台湾也没有什么选择 它夹在中美两国之间 它不可能永远的左右逢源下去 中美正式决裂以后 台湾别无选择 只能全面的倒向美国大哥 毕竟台湾的经济 军事 科技全都依赖于美国 好了 现在美国不停的打台湾牌 那中国怎么应对呢 6月2号的中国国防部长 魏凤和在新加坡香格里拉对话中说 如果有人敢敢把台湾从中国分裂出去 中国军队必将不惜一战 必将不惜一切代价 绝不承诺放弃武力 我们怎么解读这段话呢 我们先设想一个场景 当你不停地扇一个人的巴掌 不停地打他 然后他不停地威胁你 你再打我 我就要动手了 你再打我 我就跟你不惜一战了 然后你不用理他 你还继续打他 然后他继续地反复说这些话 你打他多少回呢 他就威胁你多少回 那么从这种场景中 我们能得出一个什么结论呢 结论就是这个被打的人很害怕 他很害怕这个打人的人 中国就是因为害怕台湾宣布独立 他无能为力去应对 所以他才不停地警告 不停地威胁 他害怕如果台湾宣布独立了 他不去武统 他的执政合法性就受到严重质疑 如果他开战的话呢 他又怕美国介入 他打不过美国 打不过日本 就算美国没有介入 他最后打赢了 他赌一把 赌赢了 他的经济也崩溃了 西方世界呢 也会对中国关上大门 中国改革开放40周年的所有成就 一切都会化为乌有 世界上没有免费的午餐 所有支持武统的人 你都得做好 牺牲自己的生命 牺牲你家人的生命 牺牲你现在所享有的生活方式 生活水平和生活环境 做好自己的祖国 变成另一个朝鲜的准备 所以台湾是中国政府 现在最大的一个痛点和软肋 因为他想控制却控制不了 他在台湾问题上 处于一个非常尴尬的两难境地 我们再回过头来 琢磨一下中国国防部长的这段话 他说中国军队不惜一战 那条件是什么呢 他说条件是 如果有人胆敢把台湾从中国分裂出去 那你就会问了 那台湾现在属于中国政府控制的范围吗 很明显不是 那既然现在已经处在一个分裂状态的话 那你所谓的这个胆敢把台湾从中国分裂出去 这句话的逻辑就不成立了 所以我们稍作分析一下 就会发现他这句话是一句空话一句废话 至少对美国和台湾产生不了任何的威慑作用 他这句话的唯一作用就是骗一骗中国的老百姓 他要认真的话 他就不会这么说了 他只有把不惜一战的条件和理由讲清楚 才能真正的威慑到对方 比如说美国如果把武器卖给台湾 我们就开战 比如说如果美军登陆台湾 我们就开战 但问题是他敢这么说吗 他不敢 所以他才把话说的这么模模糊糊 到底什么行为算是他说的 胆敢把台湾从中国分裂出去 美国军售算不算 美军进驻算不算 美台互访算不算 对吧 作为中国的国防部长 你至少应该把话说清楚 问题在于什么 在于他自己可能都不知道这些算不算 他自己都不敢下一个定义 这说明他的上级 党中央到底会不会打台湾 到底能不能打台湾 他作为一个国防部长 他自己都不知道 他自己心里都没底 好了 那我们看看台湾方面 台湾人逐渐形成了一个民族 产生了民族凝聚力 一步步走向民族独立 至少发展到今天 台湾在实现民主 全民参政的基础上 已经成功建立了一套完整的国家机制 现在台湾唯一缺少的 可能就是世界各国的承认了 我们现在有一个现成的例子 就是以色列 以色列在1947年宣布建国前后 他周边几乎所有的国家都反对 都不承认这个国家 甚至还对以色列动武 最后经过中东战争 以色列复国运动 终于大获成功 而今天台湾问题 其实没有当初的以色列那么复杂 台湾的敌人也没那么多 真正强烈反对台湾独立的 只有一个 就是中华人民共和国这个政权 其他国家虽然表面上不承认 介于中国的影响力 但是他们私下 基本上都跟台湾保持着一个 国与国之间的经贸往来 台湾独立他们也不会强烈反对 以色列的例子可以告诉我们 这个能不能建国 关键就看你能不能打得赢 有没有打的决心 而其中最重要的因素就是美国 毕竟中国解放军和这个美国 日本的这个军队的差距 那不是一星半点的 以色列在这么巨大的困境下 都能从无到有 实现了民族独立 台湾已经有这么好的一个 经济基础和军事基础了 在随着美国的越来越大的帮助 和越来越积极的介入 没有理由成功不了 看到这里 你会觉得公子沈是一个台独分子 我强调一点 就是我刚才说的 都是不带任何个人感情的 逻辑推理和分析 我没有一句话是支持台独的 也没有一句话是反对台独的 因为我支持还是我反对 没有任何意义 台湾的命运是由台湾人 和整个国际环境的变化所决定的 完全不以任何人的个人意志为转移 换句话说 我们是支持还是反对 都不重要 没有实际意义 最终的结局 关键还是要看中美彻底决定之后 美国围堵和制裁中国的进程 以及台湾人自己的选择